啊 啊 坐都還蠻快的 比卡拉斯還要再快一點點 摘尾太遠就把玻璃撞破了 不行 好我們今天呢 到了LA的城市裡面來了 所以好多高樓喔 那我也不知道大陶帶我去哪裡 我們等等就再看看吧 跟著他走就對了 漂亮的牆 我剛看的是洛杉磯這裡所有的球隊 有一些展示屏 那這邊是有畫畫區 可以自己塗鴉牆 我們剛剛在54樓 現在又進電梯 我們要去70樓 去70樓做什麼的 等一下就知道了 這是胡人隊比賽的地方 Staple Center 我們到了70樓的高空 等一下我們要坐溜滑梯 有一點恐怖耶 那個溜滑梯 它連你屁股底下 就是一整個周邊全部都是玻璃 在70樓高 然後這樣子溜下去 我覺得 好啦應該還好啦 應該會比那種 空中跳傘啊 來得更加的安全吧 好啦 看一下風景吧 我們的票 好 OK 可以了 OK 可以了嗎 好 我要準備下去囉 我要下去了 好恐怖喔 我要下去了 好恐怖喔 要一個轉彎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恐怖 我下來了 其實有那個 家地墊 其實速度還滿快的 比想像中還要再快一點點 然後剛下來的那一瞬間 你會 緊張了一下 不過很快就到了 所以還好 不會緊張太久 好好玩喔 好多人喔 下面都是親友團 親友團 親友團 又下來了 好現在換我當親友團 我要入大桃了 OK capt 說明尊 它們…… 誒 誒 seized 他沒看過 不會 這沿的 很快嗎? 很快 很快 轉彎的時候你會撞到左側的玻璃 對 會撞到一下 甩尾太嚴重把玻璃撞破了 而且玻璃上面看了有些裂的 你還看得那麼仔細 超快的 反正就是 比想像中再恐怖一點點 好 挑戰70層樓的溜滑梯成功 但是 光一個小小溜滑梯就讓我們兩個覺得 心驚膽戰了 看來我們還是不適合挑戰太危險的東西 像是高空跳傘之類的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就到附近去逛逛囉 逛街逛街最快樂 這裡路邊 有租滑板車 台灣呢 大部分都是腳踏車 就是U-bike 這邊的路邊都是滑板車 好 我們要研究一下怎麼租 好像是可以掃一個QR Code之類的 好 大逃研究一下 不同的耶 分子比較多 後煞車 後煞車也有煞車 後煞車 左邊也有煞車 不能在人行道上 只能在腳踏車的路馬路旁邊 找一下這一台的QR Code 小鴿子 小鴿子 滑板車出底 我覺得好貴喔 我們大概騎了兩個路口 六分鐘吧 六分鐘 因為等紅綠燈的關係 所以 沒有騎多遠 然後這樣子呢 就要 大概台幣一百塊錢 一百塊台幣吧 對不對 喔 有點怪耶 還是用走的好了 雙腳萬能 那感覺的話呢 適合在海邊之類的 就是比較少紅綠燈的地方騎 不然就是你要對這裡的路況很熟 沒有要過紅綠燈 你就可以騎比較遠 還是它也是像計程車一樣 就是一開始的起步比較貴 然後你到後面騎越久 起步一塊錢 喔 起步才一塊錢 然後每一分鐘是 大概 大概 三分 三毛 三毛多美金 喔 哇 好高的大樓 我們又要過紅綠燈了 好 好 現在身後呢 就是非常著名的景點 Angels Bride 他在有一些電影裡有出現過 但我們實際到這裡發現 只不過就是搭他 然後上了一個上坡 就這樣子結束 大概兩百公尺不到 大概兩百公尺不到 哇 可是上去要幹嘛 就要再走下來 喔 上去再走下來 對啊 登登登 它裡面也是斜斜的耶 好啦 雖然一塊美金其實還滿便宜的 但因為我們要去 對面 所以就想說 不要浪費時間去搭好了 有到這裡 到此一遊的概念就好了 好 我們要去對面囉 過馬路 對面呢 也是來LA 一定要來的Great Central 它裡面呢 就是賣了許多特色小吃 我們來吃東西 肚子餓了 哇 這邊感覺很道地很好吃的 墨西哥料理 有在吃啊 我感覺很道地很好吃的 我感覺很道地很好吃的 墨西哥料理 這邊感覺很道地很好吃的 墨西哥料理 15分 到 pipo 哈哈 這個的話呢 生菜比較多 然後它的餅皮是脆的 還有酪梨 在台灣吃飯的話 如果你把筷子直接插在飯上面 一定會被長輩罵 可是這裡的服務生 都是直接把叉子一根插在上面 還滿霸氣的 好 擠點檸檬 料太多了 所以呢 都給我們幾份餅皮 好 大陶說內行人就是包兩層餅皮一起吃 這樣才不會太軟 然後爛掉 Taco好不好吃 要看它的那個皮 夠不夠新鮮 理論上那個皮 要很新鮮 吃起來要很鬆軟 然後有玉米或是麵粉的香味 有嗎 有 有達到 沒有任何那種油收味 玉米的還是麵粉的 有分兩種 吃不出來 可是跟以往吃到的不太一樣 我們以往吃到的麵皮味道沒有這麼重 這個肉 那個麵皮的味道 都會快要蓋過裡面肉的味道 就你聞起來的時候 會先聞到麵皮的味道 但是吃起來的時候 裡面的肉其實調味算起來蠻剛好 我覺得有點辣 有點辣 因為加辣醬 好 我剛剛擠的檸檬超好吃的 我還擠檸檬要多擠一點 酸酸辣辣的 好吃 好 大陶說是玉米的麵皮 有齁 有好吃嗎 以你多年愛吃的經驗 好像在美國長大的小孩都還蠻喜歡吃墨西哥食物的對不對 因為大陶每次跟他朋友要聚餐之類的 就是美國回台灣的朋友 然後在台灣都一直想要找墨西哥料理吃 還蠻可愛的 還有越南河本也是 他們也很喜歡 那我們今天吃的大陶一直點頭 我想應該是非常的道替 新鮮好吃 而且其實你看到這一種 有點像是市場 比較舊舊的這種 賣食物的地方 你就會覺得好像每一家都很道地 每一家看起來都很好吃耶 我覺得有時候 那個餐廳的裝潢不需要太新 反而這種看起來更有味道 每家都好想吃喔 喔 好辣喔 你平常吃麻辣鍋 不是中辣大辣的人 就是 可能就是 先試試看不要加辣好了 我覺得好辣 太辣了 阿~~ 剛剛剛剛是 是戶外用餐型 哇 這邊有腳踏車耶 太誇張了吧 這虎溪吧 太誇張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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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好多書看起來都還沒拿 對 對啊 好 在市中心觀光呢 比較麻煩的就是 停車位難找 而且蠻貴的 所以如果你要到那個 LOA市區的話 你可以先像我們一樣 就是把車停在那個 空中溜滑梯 就是 觀景的地方 因為呢 它的門票就會附贈 三小時的停車了 然後你就停好之後 就可以走路到 附近的觀光景點 去玩一下 像我們呢 剛剛的地點 都是走路就可以到的 好 我們現在呢 就是又要回來這裡 取我們的車子了 啊~~ 好趕喔 因為那個 這個路上 其實還蠻多上坡的 所以呢 就順便當運動 看我到底要往 走 10號 60號 10號 5號 對啊 三個高速光路都在這裡 好 現在時間呢 是下午3點半左右 我們要準備 從LA downtown開車回200了 我們來的時候呢 花了大概70分鐘 有一點點小篩 那因為這裡當地的人 大概都4點就開始準備下班了 所以一定會塞車 我們要去接小桃德 所以呢 必須要把塞車的時間也算進去 那我們目前是粗估一個半小時 可是等一下 可能人家下班 車潮就會越來越多了 現在已經開始完全塞住了 好 所以呢 今天就是 嗯 兩夫妻 平日約會的小雀姓 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還有其他的觀光景點 就是可能是一些戶外 比較適合可以帶小朋友的話 之後再帶小朋友到這邊來玩 好了 今天的話呢 因為我們已經算準 小桃德一定不敢做這個 70層樓的溜滑梯 所以爸爸跟媽媽就先來體驗 給他看照片就好了 你看 這是我 有沒有 看起來其實蠻驚悚的耶 他整個都是玻璃 大陶說那個轉彎的地方 他也會覺得說 怕把玻璃撞破掉 還有一張 爸爸媽媽的合成照 可以做紀念 因為他其實洗一張好像是22塊美金 然後兩張是27塊美金 你就覺得好吧 那就洗兩張好了 其實他都把照片洗好 擺在桌上 他一共洗了四張 然後 嗯 讓我們去挑選 如果一般是那種 電腦顯示 然後你要選他才洗的話 我們可能通常就不會 不會要照片了 但是想說他已經洗出來了 所以就好吧 就把他們帶回家囉 那希望等等來得及去揭曉陶德 撞到嗎 沒有看到撞到 這邊吧 這裡 原來剛剛是車禍 所以塞了這麼久 好幾台車在一起 就是撞在一起 好 那現在呢 終於順暢了 我們可以趕回去揭曉海了 要不要看爸爸媽媽今天去哪裡 為什麼媽媽去哪裡 坐飛機 不是啦 坐溜滑梯 這溜滑梯超恐怖的 在70層樓喔 敢坐嗎 不敢 不敢 那這個呢 這個喔 這個就只是爸爸媽媽拍照而已 爸爸 大家有坐嗎 爸爸也有坐啊 那這桌子有破掉嗎 快要破掉了 快要破掉了 差一點就破掉了 好恐怖是不是 大概一點的味道就破掉了 那你下次想要做做看嗎 不要 不要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 我請假裝在 請幫影片請假裝在 你們不要忘了 阿福拉機喔 訂閱頻道喔